題目 大理石跟CN酸產生二氧化碳 就是問你說它是屬於物理變化還是化學變化 是一種考試的方法 我們講過大理石加CN酸會產生二氧化碳有新物質 一個是固體一個是液體會產生氣體 所以確定有新物質發生 有新物質就是所謂的化學變化 所以呢 有新物質就是化學變化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了叫做C 我們答案就選了叫C OK 然後就問你誰是化學變化 我想過自動考試方法是比較客氣的 就跟你寫三四個你挑個就好 那參考學有時候我寫個二十個 然後就問你說哪些是物理變化 哪些化變化就挑半十 OK 誰是化學變化呢 帥哥美女現在要挑的是美女 美女 十號 十號 答案 不會喔不會吧 豬 你選豬 請說 氧化孔之後分解會產生氧根孔會有一個氣體會生成 煤氣裡面的有氣體有新物質產生 所以是一個化學變化 請問你最以後誰是化學變化呢 誰是化學變化 這兩個這個現在問的是化學變化 待會我們再來問物理變化 帥哥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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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啊 2 2 豬 請坐 你答案選的叫做豬 冰塊融化是三態變化 點固體蒸化也是三態變化 這都是物理變化 然後水蒸溜那也是水跑出來 所以那也算三態變化 所以都是物理變化 然後曾經所謂水加氧化碳產生沉澱 白色碳氧化碳沉澱 沒沉澱有沉澱有新物質 所以是化學變化 那誰是物理變化 那就是 鐵丁生鏽就是跟氧作用 食物無法也算是用氧化 氣氧燃燒也是劇烈的氧化作用 產生光跟熱 所以都是氧化 都是跟氧有關 所以都是化學變化 只有海水蒸發是三態變化 三態變化是一個物理變化 所以我們答案選的叫做C OK 那請問你誰是物理變化 誰是物理變化 來小女生 十三 豬 請坐 小女生 還是氧化 燃燃燒也是氧化 消化石物也是氧化 所以都是化學變化 雕刻把它去掉而已 所以是物理變化 請問你誰是物理變化 帥哥 帥哥男 帥哥男叫做30 五 四 C 請坐 你選C嗎 C請坐 哪有7啊 他講7 晶體昇華 那個是三態變化 所以是 物理變化 其他都是化學變化 OK 好 前面教的是物理變化化學變化 現在問的是吸熱跟放熱 國中的化學變化幾乎都放熱 然後你被吸熱就好 被吸熱就好 然後呢 吸熱就是吸收能量 加熱分解要一直給它加熱 讓它一直吸熱 所以是吸熱反應 所以答案就是A 答案就是A 可以嗎 可以 請問你誰是錯的 那個 誰是錯的 大愛強女生 大愛強女生 無法 他有 背後 這麼難喔 這麼難喔 四 三 豬 你選豬 請坐 你選的叫做豬 A選項是一個常常騙你的說法 我要點火 我要點火是不是表示是吸熱 不是 你那個點火只要點一下就可以了 不用一直點 那個點內一下是給它一個能量 它超過高中會叫做活化能 然後它就會放熱 放熱就會足以提供後面所需要的能量 就是要點一下再繼續燒繼續燒 所以燃燒是一個吸熱的反應 燃燒是劇烈的氧化作用 會放出光跟熱 所以燃燒是一個放熱 你那個選的豬就是 要加熱嘛 最當然是吸熱反應啊 吸熱反應 請問你誰錯 誰錯 請坐 可愛小燃燒 帥哥男 帥哥男叫三二 蛤 AB的B 請坐 你選的答案叫做B 鐵森銹是氧化 氧化是一個放熱 的變化 它並不會因為沒有火焰 就會變成吸熱 電解水要吸收電 所以叫吸熱 氧加硫酸銅沒被 或是叫做放熱 濃硫酸加白糖是脫水 脫水 硫酸加脫水也是放熱 所以呢 錯誤的答案選的就是B 所以呢 這三題就是問各位誰吸熱誰放熱 再說一次 國中所學的化學變化 大部分都是放熱 放熱不用被 吸熱的 被起來就好了 沒被過的就是放熱 就是關於吸放熱的問題 OK